好 各位小伙伴我们来看这道差异题 这是一个问文端关键词的一个中心理解题 那关键词就是让我们找啥主题词呗 对吧 你看开头说消费是最终需求 是畅通循环的关键和隐形 对经济有持久拉动力 事关保障民生 第一句话是不是就引出消费这样的话题 告诉我们它非常重要 对吧 然后紧接着来在疫情和国际冲突的情况下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提振消费对于稳增长保民生更显重要 你看一个程度词更强调谁 是不是要去提振消费呀 对吧 然后紧接着往后一方面另一方面 好 一看到这个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就知道了 不管这个是在说提振消费如何去做 再说对策 还是说提振消费它怎么样稳增长 怎么样保民生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它都是什么样 哎 这个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是围绕着提振消费来论述的 这个是肯定毫无质疑的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得出文端第一个关键词是谁 就是提振消费 是吧 那好 你看 选项里边有几个关键词 三个 提振消费占一个了 另外两个我去哪找 我问问同学们 去哪找 哎 一方面另一方面嘛 是吧 那好 来看看这两个方面说的是什么 一方面 要坚持协同发力 你看 说的是对策 哎 要协同发力 需要发挥政策工具的这些优势 是吧 统筹部门策划和工作步调 更多的资源集中配置到消费的这个领域当中 你看 一方面很直接 就告诉我们要协同发力 然后紧接着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需要辩证认识 短期增长 长期可持续的关系 统筹好短期应急 长期机制化的 之间的关系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 辩证认识短期长期 统筹好短期长期 有点怎么样 长 哎 但是他后边马上就说 唯有做到什么呀 远近兼顾 哎 唯有做到远近兼顾 才能怎么样 才之后是对策 是意义 不重要 那所以另一方面 他的一个重点 他的对策是什么 哎 是不是就是让我们远近兼顾啊 对吧 那好 文章非常清晰了 三个关键词都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提振消费 哎 这是一个核心话题 那提振消费如何去做呢 对策一 协同发力 对策二 远近兼顾 三个关键词出来了 锁定谁 哎 锁定的就是二笔选项 是吧 协同发力 远近兼顾 实现提振消费 对不对 没有问题 那么这道题啊 其实结构很清楚 文章也不难 可能稍微有一点绕的就是 另一方面的这个对策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 你看前边要怎么样 后边需要怎么样 感觉格式很规整 就想往这个辩证认识上面去靠 但是大家想 光有辩证认识这四个字可以吗 还能做一个关键词吗 其实不太能 为啥呢 辩证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对象 这个长期短期它是不是才是重点呀 对吧 哎 它才是重点 你看远和近就把这个长期短期 长期短期给包含了 兼顾是不是就是我们辩证认识统筹好啊 对不对 所以远近兼顾它就可以概括 另一方面的一个对策 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其他选项 来 我们看一下 为啥不能选啊 首先A 它没有系统发力 其次它这个畅通循环 包括私地也有畅通循环 在哪儿啊 在开头消费是畅通循环的关键 这是一个话题引入呀 对吧 它重要吗 不重要 包括C选项 你看这个稳定增长保障民生出现在哪里 是不是就出现在这里 消费提振消费 对稳增长保障民生更显重要 它是我提振消费的作用 对吧 是意义 它不是重点 跟对策相比 它肯定是非重点呀 所以C也不能选 C也不能选 那么这道题 答案我们就给到的是2B选项 那么这道题 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我给您了 我说不错